新北市三重独居富人长照等级被降低 无法获得附件服务差点巡视 市员里翁月娥不但协助恢复等级 还号召公益团体捐款帮她渡过难关 2019台北市牛肉面响味国际大评比 来自全台各县市56家牛肉面店入围决赛 将在9月24号争夺冠军殊荣 台北市大红驱风所所举办的乐林歌唱比赛 让爱唱歌的阿公阿嬷能有表演舞台 这次还以爱为主题 让参赛者在七夕唱出最亲友的爱 欢迎收看凯破大台北数位新闻 新闻的一开始先来带你了解 新北市三重区一位独居长者 患有中风糖尿病等症状 最近又因为长照等级被降低 无法继续获得附件的服务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得之后 除了协助恢复 他的长照等级也号召多个公益团体来捐款 一起为他加油打气 因为长照等级被降低 无法继续获得附件服务 让老夫人难过到不想活了 这名住在三重的独居长辈蔡女士 患有中风糖尿病等病症 还因为跌倒骨折导致行动不变 由于最近她的病情稍有改善 负责长照评估的基金会 随即把她的长照等级从7级降到3级 也因此少了许多长照辅助 让蔡女士既错愕又沮丧 新北市院李旺月儿得知后 立即协同社会局卫生局 极多个公益团体前往关怀探视 我身体状态现在有较好的潜伏 但是我还有糖尿病 还有心臟病 还有咬着等多两天 以前咬两个梯了 我中期手术也有咬梯了 这样说把我抗个身材 我很想要死的 因为她眼睛也是没看 还来中风糖尿病 最主要咬着都没走 所以有三天我们卫生局用三点半 很久的时间带她去复健 另外三天一天一点 政府来带她去习乡区 她一直想不开就想要死 我说不让社会上有很多温暖 蔡女士不仅病痛残身 经济情况也相当糟 每月仅靠低收补助度日 李旺月儿除了帮她恢复长照等级 也号召多个公益团体捐款 一起帮她加油打气 由于这样的个案越来越多 李旺月儿认为中央的长照政策已出现问题 建议中央应该给地方政府更多经费 并增加居家照护员及老人日拖等机构 才不会辜负长照政策的初衷 记者沦洪采访报导 新北高中游泳池去年8月 因为结构问题而关闭 教育局长原本承诺 今年9月底就能完工启用 但至今工程仍未发包 对此新北市议员李坤诚 特别到现场会看 了解工程延荡的原因 并要求尽数完工 铁皮屋顶锈时隔热海绵脱落严重 明显已达使用年限 必须立即太旧换新 新北高中游池去年8月因结构问题而关闭 至今已将近一年 但教育局仍未招标整修 不仅影响学生上课 周边居民也无法使用 为此新北市议员李坤诚 特别到现场会看 了解工程延荡原因 新北市教育局科长夏志强表示 由于新北高中游池 有部分机会为中央教育部体育署补助 相关修缮计划都需共同审查 如有修改变更 也需公文完返 因此才会造成延宕 目前预计8月初发包 10月底渴望完工 我们想要把程序来做缩短 但很抱歉的是 那一直没办法在 我们所预期希望在这个暑假 可以完工可以开放给民众使用 但现在整个程序 现在目前也走到这个部分 基本上我们在8月初 我们就会 应该就会把工程飙出去了 那我们希望真的可以在 10月底的时候 来确定来完工 李坤诚希望教育局说话算话 不要再跳票 若11月还不能开放使用 将找教育局长张明文 到永池来跑步 一起向学生和市民致歉 凯博大台北市会新闻 罗罗宏采访报导 少子话已经成了国安的问题 台北市政府召开 祝你好运3.0 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起养的记者会 宣布从9月1号开始 台北市2到3岁的幼儿 将扩大发放托育和学费的补助 希望用实际的行动 建立完整的照护系统 抢救生育率 从今年8月起 行政院推动2到4岁幼儿童 每人每月可以领2500块钱 而为了减轻家长负担 北市府也宣布 从今年9月1号起 实施由社会局跟教育局协力推动的 助你好运3.0 新力多政策加码补助 念这个公幼大概一个月2千5 念非营利的一个月3千5 那来念那个私幼转人准功化幼稚圆 大概一个月4千5 那如果都没抽到的 他去念那私幼稚圆 我们大概每学期就补助13660 我们这样二到三岁变成 两边都可以 那可以托应往上延伸 那也可以 那个托应往下延伸 教育局加社会局109年度 整个在育儿学费拖婴整体的补助 总共我们要64亿的经费 这当中我们自己地方编列30亿 从104年起 北市府投入大量资源 在0到2岁的拖婴跟幼儿园公共化比例 更陆陆续续推出友善社区拖育补助 协力照顾补助 5岁免学费补助等等方案 不过对于2到3岁的幼儿补助 无法衔接 让家长负担变大 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输入相关资料 就能知道孩子是否符合补助资格 2岁生日一过之后 补助就全断 完全都没有补助 但是他还是在职力拖婴中心 一样每个月月份还是要缴1万8 但是他现在透过现在8月1号 上路的这个新制度之后 他其实我们可以重新又再获得 育儿经贷2500 另外9月1号之后又可以重新再获得 台北市4000块的补助 其实加起来6500 相对真的非常的有感 然后谢谢台北市政府 领一而今天公佑的部分可以择优 未入员的部分是可以领2500 包括私佑2500 那1366大顺 这个一学期补助 13660元的部分是因为他没有练 他抽不到公佑也抽不到分立委 也抽不到存公共 即使在去年 台北市已经成了全台最晚婚 晚育的县市 波北市府强调 助你好运3.0 并不是强迫年轻人婚育 而是把原有0到5岁的育儿环境 做更全盘的规划 分担家长照顾压力 友善生养 增加民众幸福感 记者顾参永 采访报导 搭计程车除了要安全以外 轿车方便度也很重要 台北市公运处开发爱轿车手机APP 让乘客可以快速公平 迷合到空车 目前已经有200位的司机 加入到这个平台 小黄在路上爬爬走 随机缆客赚车资 不过太多计程车空车绕行 会增加道路拥塞及空气污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台北市交通局和资讯商合作 开发爱轿车手机APP 快速迷合乘客及驾驶 从即日起开始试营运 希望驾驶朋友 能够透过这个派遣系统 能够避免一些道路的 在路上巡回染客 道路拥塞或空气污染的问题 那民众路染的话 有时候要临时切到路边 也会相对性的可能比较有危险 那我们大概希望 透过轿车APP 这个来做一个媒合 乘客使用爱轿车APP 可选择一般或无障碍车辆 及时找到附近车辆 查看驾驶 车身及职业登记证 还能封锁特定驾驶或给评分 至于驾驶端则可以自动预估接按时间 记录行车轨迹和车资等多项功能 乘客端的部分 我们大概是确保 后台会有一个审核驾驶的机制 那至少它叫到的车辆 一定会符合它的驾照 职业登记证行照 连续两周 那如果它叫了十趟 平均的新等 低于三颗星的话 就表示它可能服务态度比较不好 那系统后台 就会把驾驶做一个剔除 那它有一个自动管理的机制 那民众能够确保 它叫到车辆的时机 服务不会太差 大台北地区 目前仅有四成计程车加入车队 没加入的理由 大多是派遣服务费过高 或是不熟悉资讯系统 爱轿车APP提供免费媒合平台 交通局欢迎 还没加入车队的合格驾驶 多加利用 让民众享受优质的轿车服务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导 广告回来 艺人许文恩参加创世基金会 响应及时行善公益活动 一天只要十元就能行善 他还示范包尿布 号召粉丝跟他一起做公益 和合力新基金会邀您一起爱老人 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 他们始终温柔坚定地 牵引着弱势女性的手 从没停过 从最早的处击救援 家暴护佑匹父 到推动女性相关权益立法 他们无意不语 在性别平等的愿景 完全实现之前 请让我们和立新基金会 一起付出一辈子力 立新基金会 欢迎回来凯破大台北数位新闻 为了提升台北市牛肉面的产业 台北市牛肉面 交流发展协会 结合市府 共同举办 2019台北市牛肉面 享味国际大屏蔽 来自全台各县市 56家的牛肉面店 入围决赛 将在9月24号 一同争夺冠军 来自澳洲的牛腱肉 完整地铺在面上 再搭配青江菜跟番茄 就是曾经获得 2018秘密客推介奖的 招牌牛肉面 今年再次入围 2019台北市牛肉面 享味国际大屏蔽 要与其他入围者 共同争夺最高荣誉 我的牛肉面里面 没有一滴酱油 纯粹是用 但是能做出红烧口味 而且我是用蔬果下去熬煮 蔬果跟大骨 然后去熬煮出来的汤头 完全没有负担 各式各样不同口味的牛肉面 一字排开 阵容相当的惊人 台北市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 结合台北市政府 举办牛肉面国际大屏蔽 共有56家来自全台客县市的店家 将在9月24号争夺冠军殊荣 一般苏米美食 牛肉面可能百元的 也有千元的饭店企业牛肉面 那相对的 它的品质会呈现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次也有 要把价钱秀出来说 这是它多少价位的 所以它呈现多少 这样才会很公平公正的 让评审来知道 这个牛肉面的价格 有别于往年直接在比赛现场烹煮面时 今年决赛将采取 直接从店面再送的方式 把各店家现卖的牛肉面 直接带到现场组合 再让评审进行盲测 希望能发掘更多独特的风味店家 让台湾牛肉面的水平 更上一层楼 成为享誉国际的台湾美食 记者曹东华 采访报导 唱歌可以疏压 又可以交朋友 成了许多饮房长辈们 热爱的休闲娱乐 大同区公所特别举办 乐林歌唱比赛 让爱唱歌的阿公阿嬷们 有表演的舞台 而今年刚好遇上七夕情人节 公所特别规划以爱为主题 让参赛者唱出对亲朋好友的爱 传递幸福的氛围 也是无影响 引发长辈参加歌唱比赛 各个台湾稳健 有人还特别在造型上下功夫 演唱水准 不输专业歌手 为让爱唱歌的阿公阿嬷 能有表演舞台 大同区公所举办乐林歌唱比赛 是逢七夕情人节 特别规划以爱为主题 唱出对亲朋好友的爱 传递满满幸福 包括对先生 对老婆 对父母 对子女 甚至对朋友的爱 能够透过歌声的一个传达 表达他们对他们的一个爱 我们希望让爱无所不在 爱无所不在 像是62岁的林先生 就经常到老人院 汉育幼院表演 把欢乐带给台下观众 其实他也是一位抗癌斗士 12年前被诊断出鼻咽癌 除了积极治疗 唱歌也是他的活力来源 因为我们每天都到山上 空气比较好 然后唱个增加身体的各种 五脏六腑都很好的运动 找到兴趣就能积极面对人生 就像是台上每一位参赛者一样 每个人都充满自信 对他们来说 比赛结果不是重点 能够唱歌心情愉快最重要 记者邱世民采访报道 新北市北新国小在今年暑假 加入教育部推动的 夏日乐学计划 开设马来语课程 让孩子们可以轻松学习马来语 并且认识马来西亚的文化 北新国小今年暑假加入教育部的夏日乐学计划 开办马来语文课程 让学生有机会学习马来西亚文化 在为期两周的课程当中 学生透过每日成间说护士 字母与拼音教学 生活绘画与音乐律动 学习马来语 另外还有文化体验 营造马来语文学习情境 希望参加的学生都能借此更加认识 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文化 我们课程内容包括语言和文化 语言这一次在两周十天里面 他们要学会字母跟拼音 在文化的部分 他们会学习像他们的民间故事 像他们学的音乐童谣 还会学会了他们的小孩子最喜欢的美食 这里面都有很多很棒的 担任这次活动讲师的黄宝云老师 目前是北新国小的马来语文老师 为了让孩子们可以开心学习 他选择以轻松有趣的方式教学 课程中还融入桌游 不动游戏歌谣教学 来增进孩子们的学习热忱 就是从十一住行娱乐开始 因为我平常在学校教 就是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我就很希望说 我的学生或者甚至可以推广给 其他不是我马来语班的学生 让他们可以更认识我们的文化 最让孩子们感兴趣的 就属文化体验课程 黄宝云老师带着孩子体验制作各种 童外、手工艺、马来西亚乐器 像是这些藤球、沙包 就是学生在课堂上自己DIY完成 学生们都表示这次的课程相当丰富 也让他们更加了解马来西亚文化 我学到了马来文 我觉得这个马来文好有趣 可以玩藤球 还有一些吃的东西 譬如说印度拉茶和印度水饼 有没有让你对爸爸 就是国家的这个文化更加了解 有 望明参与这次课程的学生 其实不只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出名的二代 也有来自泰国的二代以及台湾本土的孩子 大家藉由不同文化的课程内容 拓展国际事业 也丰富了暑假生活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北市卢州五福宫 术有卢州土地公王的称号 因为道路拓宽 被迫迁移 目前准备在卢州中路儿童公园旁 重新建庙 为了回馈地方乡亲五福宫和五福宫德会 特别捐赠中路活动中心银法俱乐部 每月一万元的老人共餐经费 让光明里长和银房长辈们 是感激在心头 为了敦亲牧林并回馈地方 准备在卢州中路儿童公园旁 重新建庙的五福宫及五福宫德会 特别捐赠中路活动中心银法俱乐部 每月一万元的老人共餐经费 由光明里长陈文良代表接受 五福宫原来就是这个三角头 其中一个角头就是在中路社区 那中路未来的新建人庙 新建人庙也是在中路社区活动中心的旁边 所以说后来我们跟这个光明里里长陈文良 就讨论是不是可以让五福宫 把一些经费来跟中路社区公益活动 所以他就建议说老人共餐这样的运用 如若光明里老人共餐活动 经费来源本来都是靠里内的资源回收基金 现在多了五福宫和五福宫的会的乐捐赞助 让里长和银法长辈都感激在心头 其实我们这个角头的土地公 过去他对我们老人共餐帮山很多 五福宫和五福宫和五福宫 都给我们老人共餐活动三天 非常感谢 今年对我们理事长和我们中安所 和我们所有的理工厅所的協助职 我们的公主会对我们老人共餐 每个月要来支援一万个 五福宫囊会本着取自于社会 用自于社会的理念 不仅热心公益 也积极筹办建庙事宜 希望有卢州土地公王称号的五福宫 能早日建庙完成 继续护佑地方 记者罗伦宏采访报导 夏季台风和防训期 正是消防单位和全体消防员 严正以待的时候 在台北市消防局士林中队 有位专职消防宣导的小队长 他以认真积极充满特色的方式 宣导居家防灾和安装住景器的重要性 让大小朋友都是印象深刻 提醒大家平时多一份注意 就能减少灾害的发生机率 中台立起码步步逼近 眼看中心有登陆台湾本岛的可能 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赶紧做好防台准备 确认救生艇是否完成充气 推进马达是否能运转 救生衣安全帽滑桨等装备是否齐全 除勤救灾不只要保护受困民众 消防弟兄自身的安全也同样重要 橡皮顶在主要用途是应该是在我们在有积水淹水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救援的时候 就会使用这种无动力的橡皮顶进行一个快速救援 那基本上我们配置的人员大概六名 那六名的应勤装备有看到就是所谓的 有头盔还有我们的肌流救生衣 那当然还有相当其他的一些 不管是匠这个应勤装备都要准备好 等于是救人之前相关的安全装备 自己的应勤装备也要准备到足 才能去执行救人的工作 他市消防局市营中队小队长莫豪杰 除了救灾任务之外 平时专门负责消防检查 并致力推广不灾预防 毕业分发到台北市消防局服务至今 18年来连续烤鸡甲等不说 更获得108年度台北市优秀青年公务员的殊荣 现在还被推荐进入全国消防凯模最高荣誉 凤凰奖的征选名单 他平常负责业务其实包含说 我们的辖区内的这个中队安检的这个勤务 甚至包含说我们这个士林中队 假如说有要出行救灾的业务或是勤务的话 那他都会到达现场去协助帮忙 他其实因为他本人个人的这个特色 他其实讲话上面是比较风趣 比较风趣那其实有办法带动我们整个 整个防灾宣导活动的这个整体的气氛 其实他对人很好 他做事也很认真 那他的那个工作能力也很强 那尤其是如果我们工作上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都会第一时间帮我们解决 沐豪杰的工作表现深受长官同侪肯定 个性活泼外向的他也经常在大型演习及宣导活动上 担任司仪或主持人的工作 然后据特色的主持风格深受在地民众喜爱 沐小队长强调事前预防胜过灾难抢救 只要每次宣导每次提醒能让民众多一分警觉性 就能大大降低灾害发生率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记者邮湘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 千万不可以跟测太近哦 欢迎回来凯破大台北数位新闻 2019台湾杯国际滑水晒 8月底即将在基隆河畔登场 今年共有10个不同国家上百位选手来参加 赛事是精彩可奇 360度空中旋转换手帅气完成滑石动作 多位国际知名滑水好手齐聚士林摄子岛 净险滑水特技 因为基隆河域水池清澈宽广 是选手们的最佳表演舞台 感觉很新鲜 但有时候我不是很熟悉的 因为我很熟悉的水 所以新鲜的水感觉很不同 我每天都要温暖 我每天都要温暖 我可以温暖 我可以温暖 但这不太好 我会疼 2019台湾杯国际滑水赛8月31号 9月1号两天将在摄子岛迎新码头举办 来自10个国家上百位选手 参赛人数稳定 观众突破新高 台湾站明年渴望从亚洲巡回赛 升级为世界巡回赛 打造台北成为国际级的滑水胜地 这些外国选手 我想他们平常也不这么容易来到台湾 因为台湾有冲浪 台东可以冲浪 伊朗可以冲浪 台北基隆河可以滑水 可以快艇冲浪 所以他们来到台湾 所以我们透过运动 推动更多的观光 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台湾 而且我们每年都做 每年夏天都有 过去大家听到摄子岛 可能就是人烟稀少 然后比较落后一点点 但是现在的摄子岛 其实透过在地青年的努力 已经变成一个国际重要的滑水据点了 而且也是积分赛 透过举办国际级赛事 推广城市观光 文化及美食 北市府积极建设水岸 提供民众更优质的清水环境 让更多人加入滑水运动的行列 记者刘祥廷采访报道 不景气的年代 一天十元也能够做公益 为了帮助植物人 艺人许文恩来到创始基金会 响应及时行善公益活动 还与工作人员释放包尿布 号召粉丝 跟他一起做公益 轻轻将人型模特儿衣架翻身 再包上尿布 动作熟练 不输给专业照护人员 日前离病 正在康复中的艺人许维恩 看起来神清气爽 他也体验帮肢体僵硬的植物人 换尿布 用实际行动 跟外界呼吁 响应捐尿布救植物人 植物人已经除了行动不方便 他们肢体上已经 就是很放松 然后也会比较 呈现比较僵硬的状况 那其实在换尿布的过程中 就是要花更大的体力和力气 还要帮他们复健啊推 让他们在关节上 还是可以在做运作的状况 因为其实有时候 我相信都会有奇迹的 创世很多捐款者 是65岁以上退休的人了 所以呢 他们大概有一两成的人 有些可能是往生了 有些人因为退休 对未来没有把握 所以他们就把定期定额的捐款 停扣了 那大概一两成的部分 目前创世基金会全台湾17所安养院 共照顾大约800位植物人 每人每天大约要更换10片尿布 以一年需求将近300万片来说 是个沉重开销 安养院的费用 其实很多是集结在一起的 不是只有尿布 尿布是因为 我们希望大家大部分都可以认同 植物人需要抱尿布 但事实上在安养院里面 我们的管罐奶粉的经费 我们的味才的经费 其实都非常的高 那包含现在天气非常的热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我们安养院 一年365天24小时需要很温 因为植物人他没有办法 自己调节自己的体温 受到不景气影响 今年上半年创世基金会捐款减少 安养院营运经费缺口 也比去年来的大 基金会呼吁民众 踊跃响应每人一人捐一片尿布 或一个月300块钱 让植物人在炎热夏日 也能保持甘爽捷径 记者郭蔡勇 蔡英宝报道 各位新北市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市气象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叮铃 第一点要提醒你就是 台风真的要来了 台风正在逐渐的捷径当中 目前看起来的话 礼拜四到礼拜六 影响我们新北市是最大的 整理来讲的话 整个七级风的暴风圈 十级风的暴风圈 都会通过我们新北市上空 将会有有感的强风好雨 特别是在礼拜五的一整天 建议大家要做好防台准备的 来看一下微型图上面的说明 从突然可以看到 在台湾东南边 这个旋转的云团 就是这个立骑马台风 它在未来来说的话 会逐渐地靠近我们新北市 这个东北角的这个陆地这边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礼拜三的时候 大致上说外围环球的影响 在这个东北角的山区这边 就有点阵雨发生了 到礼拜四到礼拜五来讲的话 风雨会越来越增大的 目前看起来 整个影响要等到礼拜六 当台风逐渐转上去之后 这个风雨的状况 才会慢慢地减小下来的 来看一下这个模拟图 在这个模式模拟图可以看到 这个台风逐渐是往西北的方向在移动 目前看起来的话 比较有可能的时候 是在这个礼拜五的清晨 中心会通过我们的这个 新北市的东北角这边 所以说目前看起来的话 在礼拜五这一天来讲的话 将会是有感的一个 强风好雨的天气状况 建议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做好防台准备的 来看一下定样降水预报 今天来讲的话 受到外游环球的影响 在我们新北市的这个 北海岸还有东北角山区这边 会有一些震雨发生 瞬间来讲雨序倒还蛮明显的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